来看不见拦不住啊 大陆最强隐形战机歼20啊 深夜突破了台海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年夜吧 小年夜嘛 这个华人最重视 我们台湾人非常重视 今天大家都开始放假了 对不对 回到家了吧 小年夜共击扰台 我们的国防部又发布讯息 有图有文字啊 这个图就告诉你 动线有没有 机型都写在旁边 这个图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 三不五十就有一次啊 国防部说今天1月20号啊 这个增获到共击31架次 12架次呢 预约了海峡中线啊 还有侵扰我们西南的ADIZ 其中有什么 有歼11 有歼16 有歼10 在过去我刚刚讲嘛 这张图三不五十都来这个绕台一下 所以我们国防部都会公布啊 机型从来没有看过歼20吧 从来没有吧 歼20哦 稍微请现场来并告诉大家 大陆目前最强的战机 隐形战机第五代战机哦 但是 国防部都没有列出歼20 但是呢 大陆专家都说歼20来过 歼20来过 两种可能 为什么国防部不说 是不是跟飞弹通过我们头上一样 这么强的战机来 我说 有点可怕 不讲 还是说像大陆这些专家讲的 因为它是这个隐形战机 台湾根本看不见 当然也拦不住 看不见的敌人是不是最可怕 是这个概念吗 哪种说法才是准的哦 据说歼20曾经俯瞰过台湾 我们看到这就是央视军事节目报道的 因为最近呢 这个歼20哦 他是度过了 在1月中旬 度过了他的这个首飞12周年 12周年 所以大陆官媒央视呢 就做了一个特别报道 这个特别报道当中呢 我们看到 当就有这位这个空军 王海大队的这个大队长出来讲 他怎么说呢 他叫杨俊成 他提到了这个巡飞台海的一些细节 他说 我可以清晰的看到 宝岛整个海岸线还有山脉 这个王海大队赫赫有名啊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 是上网去搜 他过去 我们看到在这个 在这个韩战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 对大陆的一个贡献 解放军空军 最知名的精锐部队 曾经击落击伤美军战斗机 28架 在过去那个年代 其中大队长呢 王海一个人击落了9架 这是在过去啦 在这个韩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所以他叫王海大队嘛 纪念当时这个大队长 那到底哦 是不是有巡回台海 有突破台海 怎么看呢 大陆上有很多的 这个微信公众号 里面都有很多军事迷 这个军事迷邵永林 他说 飞行员的回答说 歼20去过台湾附近 巡航过 因为他说 我可以清晰的看到报道 整个海岸线还有山脉 因为牧师的距离 差不多是8公里左右 所以这表示怎么样 表示很近哦 那打破了传闻 歼20的隐身效果不完美 他说这个代表什么讯息呢 很重要啊 能够歼20 因为在这个 王海大队里面呢 里面有这个歼20的 这个机组 可以清晰看到 宝岛整个海岸线跟山脉 就表示来过了哦 来过证实什么呢 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啊 歼20的隐身效果不完美吗 会不会不完美 但是从来过台湾 但是台湾的防务部门 国防部门 从来就没有公布的相关讯息 表示你台湾根本没有发现 因为歼20是隐形战机呀 台湾的雷达侦测不到 是不是啊 这是微信公众号说的 所以打破了歼20 隐形效果不完美的说法 那过去都说呢 只有前半球 有比较好的隐身性能 所以他飞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可以隐形嘛 但他得飞回去呀 飞回去的时候呢 后面鸡屁股啊 鸡腹啊 可能他的隐身效果就破功了 据说他有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是这个公众号说 你台湾没有发现 我飞过来我要飞回去呀 我飞回去你也没有公布 表现你根本没有发现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看到他说 战机不可能只以前半球面向台湾嘛 他回去的过程当中 机身后半身也要朝向台湾 台军从来没有通报过发生歼20 所以他具有这个全向的隐身功能 这个歼20对大陆来讲 当然你看到大陆有很多很多歼20名 我先问一下这个亮哥 你怎么看待歼20 他是在元旦的时候来嘛 元旦当然根据大陆 我们看到很多军事专家认为 其实当然也不算是针对台湾啦 因为不需要用到歼20 对不对 根本不需要 所以认为还是针对美国 你怎么看 可能在练兵啊 这个 最近他有一些动作都超乎寻常啦 我记得好像是1月9号 自这个日期之后 他1月8号9号连续 一天就是都是夜间来 而且事实上已经到了 我们北部战区 已经很接近了 如果再发长城飞弹 就可以打到台北了 所以这种动作 以前也没出现过啊 我有问空军的朋友啦 说你们歼20到底能不能看到 他说他不能承认 不能承认 对 这个有很多意思啦 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讲了 那你就知道我是怎么看到你 那第二个就是 他可能只看到很小的点啦 所以没有办法追踪 因为他是隐形战机嘛 所以你能够看到的部位就很小 比如说本来是一架飞机 那你现在可能只看到一个点 我们现在的雷达好像没办法 现有的 他就跟我打迷糊仗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可是我们不是都不知道 他就这样讲 那我认为应该是不容易打到啦 比如说你感觉有东西进来 感觉有东西进来 可是你没有办法如实的 比如说以前非隐形的战机 你可以从头追到尾嘛 就知道他在哪里嘛 那甚至还可以定位嘛 那对他做这个打击嘛 那这个就有点好像不容易抓到 飘忽不定 一下有一下没有 就是对对对 就是对不对 一下出现 一下没有出现 就是偶尔会看到 他知道有东西 外星人是不是 如果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 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